- 你可以接受嗎? - 你可以接受嗎? - 不 - 好,我們可以接受嗎? - 你有資訊嗎? - 我沒有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堆人急著 紛紛把風向刻意帶到去 你看,所有去中國的網紅 都是收中國廠商的錢 或是政府的錢 我昨天跟前天的影片說得非常清晰啦 不要一刀切,對吧? 不要學麥卡錫主義 當然不免還是有一些KOL 在刻意操作風向 把它帶成全部我們全部 我就覺得非常奇葩 我們跟波特王反而是在幫你們說話 不要一刀切 我們把統戰的手段講出來 可能會存在的風險 也不是說每個人都是這樣 那中共統戰台灣就是事實啊 想要噴的話應該是要噴中共 為什麼要這樣子害到所有人 害了你們那些舔共事實的網紅 你們應該要出來罵 今天社區有些住戶招小偷了 我們應該站出來提醒大家對吧? 小偷的手法大概有哪些啊,對吧? 結果你出來說 我們在獵巫所有的社區住戶 你不覺得沒有邏輯嗎? 你在擠什麼? 通常是誰會去洗地呢? 先把我昨天呼籲大家 不要學麥卡錫主義的影片 看完再來噴啦,好嗎? 你怎麼會把我幫你講話 然後來噴呢? 可以把部分網友 合理的質疑都打成是獵巫 這樣一來就不用澄清了 這樣我就合理化所有的行為了 昨天我影片下方 也抓到很多那種 粉紅帳號故意用 反體制台灣用語留言 說什麼打倒那些去中國的網紅 他們都舔共啦 結果你們知道嗎? 因為手機他不是可以看這個帳號 在你頻道的留言記錄 好多都是以前支持中共那種 簡體留言啊 痛罵美國啊 痛罵民進黨啊 支持中共 用字錢也是中國用語嘛 那當然也有很多那種 前幾個小時啊 前兩天前五天的那種帳號 過來說要獵巫所有的網紅 欸?那你就知道了嘛 打著紅旗反紅旗 對吧? 加到矛盾 而且這個就是我昨天跟前天的影片提到 中國的心戰模式 他怎麼讓這些原本 會被當流利又這樣子的笨蛋 反而欣向中共 這就是我有提到的統戰點嘛 對吧?結果事實證明是如此嘛 他也是要藉由說 你看中國是一個很正常的國家 台灣人都政治腦 怕中共的滲透 中共滲透不存在 沒事的 沒事的 你們也只是跟蘇美冷戰時代 當時的美國年輕人一樣 認為抗蘇保美是假議題 蘇共沒有要併吞或是侵略美國的事實 每個時代民主國家面對極權國家的時候 總是會有民主二代出來敗家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台灣並不是個別現象 今天早上泰國的直播主 跑到天安門直播 在他接近天安門門口的時候 唸出了天安門的簡介 結果兩名共他馬上圍住 要求他關直播 並且提供個人的訊息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不不不 我們需要調查你的資訊 嗯? 你的資訊 我沒有 再經過半個小時左右 公安放走了這個直播主 這個直播主事後還說到 公安表示在天安門直播是需要申請的 要求他出示護照 拍照存檔 特別標記 還看了他海外的什麼推特 還有Facebook那些平台 還有IG 另外一名公安在直播關掉之後 才敢對他大吼大叫 實況主也表示這很瘋狂啊 這又不是什麼軍事基地 這是你們中國自稱的旅遊景點啊 還要申請才能直播 哦 我走遍這麼多國家 目前只有中國需要這樣子 那理由也很簡單啊 中共就是怕你在天安門亂講話 對吧 提到六四之類 因為是直播 不能剪輯 所以不讓你直播 尤其你又是國外人的身份 可以更合理的在海外平台說六四 6月初到6月5號 我們已經講過N變 證據也秀出來了 中共例行公司不但關閉了 靠近天安門廣場的捷運線 也關閉了城門門樓的這個 參觀門票 更是在6月3號當天派重兵啊 很多很多公安特警 把守天安門 所有中國遊戲平台 不得隨意更改名稱跟頭貼 對吧 這全部佔據都秀過了啦 甚至有些遊戲 乾脆6月4號全天維修不開放 在女藝人何以奇公布 中國邀約之後啊 謝和璇也跟進公布了 中國廠商 北京慈光影視傳播媒體有限公司 寄了一份 叫做合作流程和進度安排的資料給他 只要謝和選納 一致不差的發表建構新兩岸關係 在台灣的各社交平台上即可 而且對方還特別強調囉 台灣有言論自由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嗎 利用民主自由消滅民主自由 利用民主自由來傳遞極權 所以我們的民主防衛到底該不該建構呢 構建新兩岸關係這個概念 早在2015年中國共產黨的習近平就提出來過了 2024年的 現如新版本已經有加了好多好多新詞進去 但最主要的基礎論述還是以堅持九二共識 這個九二共識是中共的九二共識 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反對台獨 所謂兩岸中華民族血脈相連 這些民主復興為基礎的定調 而他就是要謝和璇講這份定調 然後會安排謝和璇 以台灣擁和黨副主席身份 至少在10家中國的台資企業 或者是河南聯合會員 這些組織共同拍攝形象廣告代言 每年給1000萬新台幣的費用 台灣擁和黨我不清楚是什麼啦 但我知道在中國有8個永久的在野黨 對啊在中國不是只有共產黨 還有8個永久的在野黨 這8個中共自稱是中國的民主黨派 但是這些民主黨派不能競選 中共國家副國級以上的代表 中央執政權 國家主席通通不能選 而這8個政黨 是中共刻意弄出來給西方人 還有我們台灣人看的 說你看我們中國也是有不同的黨 我們是非常民主的 台灣擁和黨應該不是這8個裡面的政黨 因為這8個裡面有一個叫做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 所以這不是 感覺是中共他們自己搞出來旗下什麼黨支部 這種小團啊 否台商用的 你看這是不是我昨天跟前天說的中共透過第三方的廠商 明面上是民間企業 民間團體跟你合作 給你業配 但事實上他不是嘛 白手套嘛 然後要求你在關鍵時刻幫中共講話或是傳遞消息 如果你這些做不到那就是當中共發生什麼破事的時候你不要提 北京磁光影視傳媒公司在2023年才成立的負責人是李世衛 同時又有4家超大型公司 在中國你想要做大生意想要當上官 想要在演藝事業蒸蒸日上 你必須入黨 而且你這個入黨必須政治站隊 你必須站在 習近平那邊 你站在你站在什麼李克強那邊你更慘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成龍啊 劉德華啊 張子儀啊 曾子丹全部都入黨了 對吧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奇葩的現象 就是去 歐美 東南亞旅遊的時候啊 雖然有些網紅都會拍攝 你看這邊 旅遊美食經典都很棒啊 對吧 人文素養啊 人文素質啊 人文歷史啊 但他們同時也會拍攝可能幾條 歐美搶劫啊 槍吉啊 小偷爬手啊 施策流浪漢啊 就一些 所謂看起來比較負面的影片 對吧 平衡一下 也會提到他們去歐美啊 東南亞啊 日本之類的國家 需要警惕 什麼事情 會呼籲大家 但是到了中國旅遊之後大家就是 高樓大廈繁榮 你看高樓大廈 比美國還多 澳洲還多 比歐洲還多 比台灣還多 而且我沒有看到流浪漢 沒有任何的問題 棒棒棒棒棒 連去中國的溫馨提醒都沒有 但你們去歐美就會有溫馨提醒 像是7月開始的中共要 隨機的抽查合法的 外國人包含笨國人的手機或是電腦資料 你們這個就不講了 還有在中國最好不要公開的罵聖上 不要刻意的去拍爛尾樓或是抗議現場 不要去北京的憲法局亂拍 不要當著公安的面 直播還說什麼台灣獨立總統是賴清德 上一屆是蔡英文 裴洛西來台灣你們一點辦法都沒有 不能講嘛 當然有些人肯定會說 我們都知道不能講啊 你講了不就作死嗎 對嘛 那我們同理也知道在歐美會被爬手的風險 比在東亞還有東北亞還有在台灣還高 那你幹嘛說咧 這大家都知道你幹嘛再說一次咧 我就覺得非常好笑 這些呼籲你也可以人回台灣之後拍啊 你也可以不要在公共場 做這些呼籲啊 沒有關係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環境嘛 但你要說出來嘛 你不說出來就心照不宣的嘛 那你就自己也知道說在中國做這些事情 會不好 但你不講出來而已嘛 那你這樣會不會讓一些對中國不了解的人 當然會有誤判 身為一個網紅公眾人物 傳遞這種正確的消息 不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嗎 我覺得更好笑的是 有些主打 那懸案的中文頻道啊 在外網的都會說什麼 歐美日韓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懸案啊 很可怕 在中國的懸案 字字不提 不然就是你看喔 這些懸案都是歐美的 社會亂象都是資本主義害 這不是個錯 然後在中國 有講懸案的話就是 個人行為 罪大惡極 當然啦 有些 人他在牆內 他這樣拍 無可厚非 台灣人不是 對吧 更多更多打臉的細節 昨天的影片都一一列出來了 只是你們不敢看而已啦 為什麼全世界 已開發國家多數的政府 政府啊 都在防範中共 歐盟 美國 日韓 紐澳 都在防範中共 連這個不是開發國家的印度也在防範中共 之前北京東澳 杭州亞運會 中共就有給200到500美金 透過第三方 給 那一些 美國的網紅 要求他 讚揚中國的一切 是讚的 對吧 高樓大廈 然後到9點 10點還可以入竄 但是 美國有一條法律 如果你收了 其他國家廠商的錢 你要被披露出來 對吧 你要披露 但台灣沒有這個法 本來想要 立這些多一點 披露的 被國中良良擋住了 那為什麼有些人說8年前不立呢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有 先出來一個草案 要立之後 我們才知道要怎麼改進 然後歐美才改進 我們要跟上歐美的時候呢 現在被擋掉了 先立出來之後 實際情況會遇到什麼 我們再進而去修正 對吧 歐美也是這樣 但我們現在要跟上歐美的時候 國中良良擋住了 讓這個草案 直接連討論都不討論 進都不進了對吧 所以你想為什麼其他國家的 民間比較沒有這種 獵巫 因為他們有 披露嘛 為什麼這些國家的人 互相旅遊之間 不會出現像 去中國這樣旅遊的問題 也不需要什麼披露 問題就是中共政府嘛 中共政府讓我們 不得不這樣做嘛 他用他的憲法 強迫代表了中國 14億人民造成的結果 如果台灣人 像你們說的 這麼偏激 這麼愛獵巫的話 中國人民 就更擁護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與中國人民 雨水 情深 血肉 相連 中國人民 就是 中國共產黨的 銅牆鐵壁 誰 都別想 打破 對吧 歐美發展也比台灣好 我怎麼不利得他 越南就沒有要統治我們嘛 不就是中共說要重溫 重武的侵略我們 這是不是事實 你否認嗎 重武的就是 軍事 武力入侵 這個沒什麼好解釋的 那我問一下中共強調的和平統一的 和平統一是什麼手段 不就是這些細節嗎 從文的 非武力上 讓你們自己 想要統一和平 對不對 其實要自證自己有沒有參加這種性質 或是被中共當一個有利用價值的笨蛋 注入此類的 非常非常的簡單好嗎 只是你們願不願意做出這個選擇而已 沒有魚與熊掌都要兼得的事情 沒有這種事情啦 你想要保有中國的市場 沒有問題 但你要記住 逼迫你們表態而放棄市場的 只有中共國 只有極權國家 因為即便你在台灣表態支持統一市場 剛剛這個寄給謝和璇的裡面也說了 台灣有言論自由 你可以保有你的市場 你絕對沒有市場 而且你嚴重還會被入獄啊 就像去年 由於中國的粉絲 把我去花蓮吃吃喝喝的 旅遊影片 沒有談真正喔 就跟你們一樣吃吃喝 放上去中國版本的抖音啊 馬上被封號 為什麼 因為他說我是獵擊藝人 他說我是邪教人物啊 旅遊影片而已 然後我只是反共而已 對吧 反共的代價很高啊 你不能去中港澳 你不能去北韓 你不能去 俄羅斯 白俄羅斯 塞爾維亞你也不能去 一些東歐的國家 中東也不能去 杜拜我也不能去 非洲那些國家 我通通不能去 埃及我也不能去 連去越南 跟泰國都有 一定的風險 因為雖然他們現在倒向美國一點 但他們 這個越南還是共產主義對吧 那之前銅羅灣書店老闆 他在泰國度假旅遊被中共特務綁回去了 當時他拿的是瑞典護照 他是瑞典人 中共把他綁回去然後逼迫他換中國護照 紅色那一本 然後對外說是他自己啊 願意放棄瑞典護照的 你覺得有這個可能嗎 瑞典護照跟中國護照能比嗎 你們多去看一下國際新聞就知道中共這幾年在國際上是怎麼滲透 各個國家的不只有台灣 而各個國家都是怎麼防範的 你們再去看一下 他們是不是這樣明目張膽的綁架反共的人 如果是的話 你們還在這種時間做出這種行為 然後不多 更多做一點呼籲的話 真的怪不得人 因為中國本來就不是像歐美日韓那樣的民主憲政國家 你不要對一個被害人 你不要對一個 長期被打壓已久的 人說我們要更多的包容心 你要我們包容到什麼時候 當我們的 國家被插上五星期的那個時候嗎 晚上還有一次在講中國深入的經濟問題 茅台價格暴跌 象徵的什麼 我是8九晚點見 拜